这是一张很神奇的邮票 借由他 你可以寄信给过去时空里的任何一个人 小时候 对我最好的就是爸爸了 虽然爸爸工作很忙 但是每天都会抱我 陪我 喂我吃饭 找我骑单车 从此白雪公主就陪着王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爸爸 那你可以陪我到长大吗 当然可以啊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 不过我在任何地方 八岁那年 爸爸告诉我 他要出国工作一阵子 要去多久还不一定 每隔半年 他都会从工作的地方 寄信还有礼物给我 爸爸来个信跟礼物 亲爱的瑶瑶 爸爸好想你哦 爸爸现在在美国 美国什么东西都好大哦 送给你的这个小熊啊 是纽约的小熊 喜欢吗 爸爸来信跟礼物 爸爸的工作啊 还要忙一阵子哦 可能没有这么快回家 你要听妈妈的话 乖乖吃饭哦 亲爱的瑶瑶 爸爸最近啊 工作的地方换到加拿大了 可能还要待上一段时间 二十岁以后 我再也没有收到 爸爸寄来的信 其实我知道 爸爸走了 很久之前就走了 这是一张很神奇的邮票哦 借由他 爸爸 我是紫瑶 我真的好想你 我知道 收到信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 这是一封 我从未来 写给你的信 谢谢你在我小时候 那么疼爱我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可惜你走得太快 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再见 希望下辈子 还能当你的女儿 周紫瑶挂号 最爱的瑶瑶 我是爸爸 你的信 我收到了 很遗憾 不能兑现 不能兑现对你的承诺 也没有好好地跟你道别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能一直陪你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 希望我还有缘分 再当你的爸爸 我 永远永远爱你 然你会有没有 这就怎么能不及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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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